就算走到脚掉了 都难逃这样的结果 首先拆干净的外壳 哇,好沙满 因为我汤蟹的技术有限 所以先刺死它,再下手 撕掉蟹盐 再将蟹一开为二 去据据辣椒 用刀背敲裂蟹盐可以容易入味 调酱汁、小碗黄酒加入盐、糖 搅匀备用 蟹的切面沾山粉 烧烤的芽参放油 放入姜爆出香味 蟹的切面向下放入芽参 等它定型 然后淋入调好的酱汁 盖盖烤10分钟 最后1分钟时放入冲电 一切盖 姜葱味酒香到 色香味俱全 这么简单易做的黄酒焗蟹 你们没理由学不懂 谢谢大家